饺子已经吃完了 但是剩了这些馅 咱们必须得包它 源于东北这天然的温度 天然大冰箱 我又和了一嘎的面 再整整发了 这个软了 这不放炕头了吗 还有稀的软 但是冻了容易破 东北农村的包冬饺子 到年前那必须包一扇 我家还没包呢 等过一几天 我把我爸身体缓过来了 给他们找来 帮他包冬饺子 包饺子呢 是一个多人运动 是宗地夫妻感情的一个 运动 这叫美食好不好 要是一个人包一家人吃 那就该鸡的 所以必须得全家齐动着 经典酸菜馅永不过时 好 酸菜放肉呢 叫做猪肉酸菜馅 羊肉放酸菜呢 羊肉酸菜馅 那还有纯酸菜馅呢 纯酸菜馅叫什么呢 就是东北化 酸菜篓子 最后一个啊 手盆的 这一个小饼 小饺子给你吃 馅儿小 煮完之后就看不出来了 这些馅儿整好一盖点 咱们家天然大鱼形 放外头去 隔开这一道本 相差四十多度 将近五十度啊 哎哟 我比较尖 我不出去 出去屁大公布回来了 太冷了 太冷了早上 零下二十八度 我以为二十八度呢 结果 零下三十度 窗户这都是上冰啊 这是里面上的冰 要不出去两分都不到 就要回来 这是动力不行了 这起来了 现在七度 这炉子啊 已经烧起来了 看看 五五点 水开了 这是昨天晚上剩的馅儿 包了一冻饺子啊 看看 你们的饺子洗的软 在东北的饺子 是刚刚硬的啊 一整就容易碎掉的 来喽 进屋煮饺子喽 这些食饺子啊 调出一点 咱还可以拿出去冻啊 来来来 水开下饺子喽 就隔这么一道门 外面是零下三十度 屋里是七八度 现在暖了一点了 赶紧 早就第一大动摇事情 就是烧炉子啊 三开饺子 两开面 还点下水 饺子一煮好 咱开饺子了 开饭了 咱们再来碗饺子汤 原汤化原神 早上吃吃喝这个太暖了 晃一晃 晃一晃 来必须续上尾 压上碗了 你浇灭了 现在已经十度了 先拿一个原味的 屋里现在还是挺凉啊 东北酸菜馅 东北酸菜馅儿 加上酱油 辣椒油 这就知道东北人为什么喜欢把东西包的动起来 因为早上起来 你不可能说你现包饺子吧 屋里冰冷呀 一半会儿烧不热 因为外面太冷了 留下三度 我感觉和昨天晚上吃的一样呢 还是依然昨天剩的菜 有天然的大冰箱 冻好之后早上一煮完活儿 吃我们东北腊就吃冻的 这个思想是不对的 找的这个是真想事 包皮大片水饺 一口一个啊 你的嘴着实有点大呀 就从这三个屋子呀 也是个吃货啊 这点屋子都围绕着吃了 这肠搁一球有点干吧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味道啊 嗯啊 是经典的味道 喝点脚汤也省了喝水了 先顺顺味 哎呀 这脚了 看看 酸菜肉啊 这肉可多了 东北 你自己家 必须吃酸菜 来一勺酱油 就这个酱油 小蒜味儿 能老的 嗯 东北两轮饭啊 现在马上九点 吃这个饭 瞧瞧啊 这炉子都烧的 烫红烫红的了 这火马上就起来暖和了 看看猫咪哥这个 离炉子距离 大概一米多远 涛哥说着 这是他在烤火呢 你说还来了